他们是一起长大的朋友 长大后都成了黑帮的杀手 从他们选择成为杀手的那一刻起 他们的结局已经注定 阿和是一个退出江湖的杀手 他正带着老婆和孩子搬家 四个杀手找到了他 这四个人就是阿和从小玩到大的小伙伴 其中两个是奉黑帮大佬大飞的命令来追杀阿和 另外两个则是听到消息来保护阿和 两个小伙伴留在门口保护现场 三个拉风的男人在阿和的新家 先来了一场对决 僵持不下的局面和多年的兄弟情 让他们决定坐下来谈一谈 但是 没办法 他们又帮阿和搬家具 顺便修一下枪债中打坏的家具 这样的杀手哪里找啊 也借良心呢 他们还坐到一张桌子上吃饭 有说有笑 快乐时光总是短暂的 问题还是要解决 这边的两个小伙伴是带着老大的命令来的 不杀阿和没法交代 那边的小伙伴则表示 谁敢动阿和就可谁拼命 阿和提出 不论他生与死 他想要给老婆孩子留下一笔钱 四个小伙伴决定帮助阿和完成这个心愿 他们找到了黑市中介 寻求一笔来钱快的买卖 中介介绍给他们两份工作 暗杀一个黑帮大佬和抢夺一批黄金 真的吗 就这个 就这个 就在他们准备动手枪杀黑帮大佬时 派人追杀阿和的大飞也带人赶来了 一言不合双方交火 阿和受了重伤 小伙伴们把他救了出来 他们带着阿和找到黑市医生 一面给阿和处理伤口 一面商量一起逃走 两个小伙伴因为帮助阿和也变成大飞的追杀目标 混战中中枪的大飞也找到了这个黑市医生 他看到了躺在床上的阿和 藏起来的小伙伴们被发现了 一场枪战在所难免 大飞清张不下火线 亲自独展 受伤的阿和这次没有逃过厄运 小伙伴们把他送回家时 阿和已经死了 阿和老婆把阿和的死全算在四个小伙伴身上 小伙伴们狼狈逃走 阿和老婆一把火烧掉阿和的尸体 走上复仇之路 这样爱责分明的女汉子威武呀 成了黑帮追杀的对象 他们逃亡的路上 恰巧遇到黑市中介绍的那批黄金 他们一边摆着酷炫的造型 一边成功放到所有人 抢到了这批黄金 就在他们为拿到黄金庆祝的时候 大飞却打来电话 他抓住了阿和的老婆 兄弟老婆被人抓住 怎么能不去救呢 他们用手上的黄金 换回了阿和的老婆孩子 但大飞不会放过他们 他们也根本没有想过要活着离开 小伙伴们最终选择和大飞同归于尽 导演 你考虑过观众的感受吗 为毛主角都死光光了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订阅号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版了